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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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位则是我们的环球大学的教授欧崇敬 欧老师 大家好 第三位是资深的媒体人毛嘉庆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来问一下郭老师了 其实这个社会上普遍认知呢 好像台湾所谓的北南南绿 不过其实台湾本岛的西半部 任何一个县市几乎绿营其实都有执政过 上一次我们可以看到蔡英文 这一次呢 怎么没有看到任何 蔡英文没有胜选 真的吗 上一次你看看 好像这个绿营的这个阵容相当的坚强 因为新北市是蔡英文 台北市是蔡英文都是天王进出啊 怎么这一次看起来好像 怎么天王统统都不见了呢 因为这次选举离2016太近 那坦白说我们今年11月29选完 那大概明年五六月就要总统初选了 所以这两位恐怕都 因为有志于大位啦 那如果万一当选了就卡住了 那即使你没有当选 你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人家一定会问你这问题 那你是不是到底要不要 那你真的要当这个县市长吗 所以就会很尴尬 所以这两位都放弃了 事实上一开始我们大概就知道了 那事实上也不是只有绿营有这个问题 现在朱立伦也在天人交战当中 话虽如此 但是难道这一次的七合一选举不重要吗 我想要选大位 但是如果七合一被我选败了 我自己还有可能可以上得了大位吗 这也是两难 可是这两位上次都有选 你刚刚讲苏跟蔡嘛 新北市跟台北市 那以蔡英文这么高人气 那个时候还是输朱立伦11万票 那以苏贞昌这么高人气 那个时候还是输郝龙斌17万票 而且郝龙斌又不是做得特别好 所以大家都知道 这两个地方蛮艰困的不好选 郭老师可是话也不是这样说 因为上一次蔬菜两个人 虽然自己没选上 但是呢 普遍认为好像有一点点母鸡 带小鸡的作用 因此呢整个选战是虽败油荣 也拉抬了整个绿营的气势 那这一次难道说 如果说他们因为上一次选败了 这次不出来 难道我七合一选败了 我总统大卫还有机会吗 那个双北啊 上次他们确实带小鸡啦 不过主要是带当地的小鸡啦 所以上次我们双北的市议员都选得不错 那这一次那些市议员都非常紧张 因为母鸡飞走了 可是因为一定会变成高额体名 因为很多都是现任 新北市是最明显 新北市比如说这次是游席坤出现 那游席坤的能量 就跟蔡英文有差一段 所以现在总体得票率一定会下降 那那些市议员怎么办 所以事实上这种县市长的选举 你说北台湾要带动中台湾不容易 顶多只是说牵制对方这个中央党部的兵马 比如说牵制他 然后上次苏家全才意外在台中选得不错 那这一次当然也有人担心 因为国民党可能会认为台中很重要 所以是不是到时候金普聪就带队下去主打台中市 那如果说你双北太弱 所以这次气氛还是决战中台湾就对 那如果台北市是柯文哲的话 那柯文哲对联盛文其实也还蛮有看头的 所以国民党还是会注意台北市 我觉得主要还是台北市跟台中市 那问一下欧老师 其实虽然说苏菜两个人这次都没有亲自下海 但是呢很多人认为好像其实代理人已经浮上台面了 是不是有此一说 对啊这个他们一定在派系上面必须要卡位嘛 所以刚才郭正亮没有把这个李秀年好好说出来 实在是他的不对 因为李秀年也当然是天王级的人物之一 而且有可能代表民进党 这个别忘了 因为这个柯文哲他想要跨党派嘛 所以如果民进党正式提名 或者民进党有一个代表人 有可能最后提名的是李秀年 有可能就会是李秀年 所以那李秀年他当然也有带小机的功能 而且他本来就是一个母鸡的样子 所以在民进党内部呢老实说 他现在呢可以说是一个多重卡位的一个关系 包括谢唐廷那边也是这个蠢蠢欲动 对 现在听说不是两个太阳啦 是三国鼎立啊 他是两个或三个 他是月亮 两个或三个 时性也时出 那整个民进党现在的情况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郭正亮他有这个雨带保留 我把它直接说出来好了 他在做多空交投的一个状态 而且呢内部呢 可以说各种连结的每天都在变化 这个每天都在变化 还包括至今的流量的变化 听起来很像股市操盘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 连民进党自己的人呢 也弄不清楚说 到底明天 谁的权力更大一点 或明天谁的这个力量更大一些 譬如说 蘇丹丹到底现在五月会不会联任 他会联任和不会联任就是一个巨大别墅 那下个问题就是说 到底谢长廷和这个蔡英文 五月的时候谁会当选 这也没有人说得准 以及谢长廷跟蔡英文之间 到底联合得怎么样 没有人说清楚 这就是说他目前为止呢 选情之所以诡异和多变的原因 五月之前所有人可谓都是在隔海观战 所以这有可能就是造成蓝绿两边 在整个提名呢 往后再延一些 可能跟到六月 甚至到这个七月初都有可能 到七月初会不会有点太晚 因为按照选举这个规定 就是说四个月前提名都还可以 那有许多的区块呢 如果是犹豫未决的话 那不如往后延 为什么 他说到权力板块 民党他们之间向来是 类似集团作战的 而且各种合纵连横 他们事实上的讨论 都是非常精准在算票的 这是只是郭政浩在这里 不好意思说而已 他们可以把每一个中常委 中职委认票算得清楚的不得了 那以及他们的这个市议员 哪个是在哪一边的 哪个是在哪一派的 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如数加征 有没有统计过这个误差值 是正负百分之多少 五以内 五以内 他们是算到什么程度呢 算到连里长 村里长 乡镇市民代表 他们全部都能够算 不是只算到一元这个成绩 所以这种精算法呢 到目前为止 如果说他们都没有办法精准的算出来 谁适合做最精准的代理人的话 那就表示说 目前还在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之间 那想要进场压的人 不能随便乱压 我说的是指政治投资客 有待慢慢观察 不过我们来问一下嘉庆 其实不管怎么说 对绿营而言 是不是还是必须要扩大在双北的得票基础 2016才有的一拼啊 对不对 是 因为我们看一下 2010五都选举 还有2012的总统选举 绿营在南部的斩获 尤其是台南高雄 都是赢十几万二十万票以上的 但是到了台北全部输回去 就是小英那时候喊说 他要在高雄赢三十万 在台南赢二十万 台南二十万真的被他赢到了 可是台北 光一个台北市全部都输回去 台北线加倍输回去 然后我们再来想想看 他要攻2016 他在双北如果没有办法拓展的话 基本上跟上次一样 上次都已经有人说 这是民进党紧绷 已经调到最大的票数 就是这么多了 你这一次如果你不能再突破的话 你光要去指望说 国民党执政不好 那你可以来抢这个便宜 站站看 这基本上是原木求鱼 在政治操作来讲 民进党的人 他们当然希望说台北线 就现在的新北市 苏贞昌是不是能够回去选 因为如果说朱立伦 他要展望的是2016 他要推侯友宜出来 甚至说有别的人 也有别的声音会出来选的话 那朱立伦他要跳开的话 这是一个可以去公公看的地方 所以说如果苏贞昌太要来 站这个位置的话 民进党的选民他们心中会很开心 可是问题是 苏蔡啊 这两个太阳 他们现在着眼点 都是2016的总统大位 所以说他们必须要去卡那个党主席 五月民进党选党主席 现在开始就已经 大家刚才两位都有提到 那个合纵连横的状况 现在只差没有撕破脸而已 我可不可以这样说 现在七合一看起来 绿营的动作非常的小 原因就在于 其实他们现在最重要的选举 是五月的党主席之争 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选举 现在就是党主席 其他都是其次 所以说在去年的时候 大家说国民党执政这么差 七合一六都会选的很惨 那时候就有人说不见得 民进党只要党主席一开始厮杀 这个刀刀剑骨的情况 大家是记忆犹新 所以到时候他能不能占到便宜 我觉得我们可以慢慢观察 好我们等一下 就先从我们的首善制度 台北市的选情来讨论 请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在动设声中走进会场 联盛文宣布投入台北市长选战 由备而来第一步 要塑造全新形象 未来我若当选台北市长 每个月薪水入葬之后 我全部捐出来做给公益使用 市长的19万月薪加上特别费 四年要捐2000万 这一招跟前纽约市长彭博学的 再仔细看牛仔裤加西装有玄机 诉求要跳脱传统振兴西区 让台北市变身 一个城市当中不能一边兴盛 一边没落 全力的来发展我们今天记者会所在的台北市西区 与其首饰很坚定要促成东西双核心 把台北市这台老爷车变成变形金刚 但他也心里有数 廉价的名号恐怕成为对手的攻击目标 我没有办法选择我的出身 如果各位觉得说我必须要换个爸爸才能来选 那很抱歉 我真的是做不到 但是 我可以选择我要做什么样的人 家住地保全会形象受封击 但连胜文铁了心要打这一仗 即使太太蔡一山还是没点头同意 但我太太永远不会同意我出来参选 这没有办法的事情 不管是今年还是十年后 虽然蔡一山未来不见得会投入辅选 但已经有企业界跳出来背书力领 为台北市民 我一定会投她的 连胜文我觉得她各方面的条件都够 前有郭台名相挺后有王映杰说赞 但连胜文这一仗能不能打得漂亮 未来挑战还很大 国民两党其实台北市连初选都还没举行 但是外界现在谈到所谓的蓝绿候选人 几乎就已经都是很单纯的在讨论连胜文 和柯文哲了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民调数字 您可以看到忠实和苹果可以说是 真的是五五波非常的接近 只有联合报的民调 连胜文比柯文哲稍微多了一点点 这样的一个结果真的是让 吕副总统和号称第一名的立法委员 丁守中有点情何以堪 我们来问一下郭委员 为什么政治素人这一次的选战 看起来如此受欢迎 其实这个表示这两党在台北市确实 很多选民都不以为然 对这两个政党 事实上这个主要就是去年8月3号的白山军 我们看到25万人上街 两个政党在去年双十节的时候被降半期 对 这个大家都记得 所以事实上柯文哲他也公开讲 他说他就是看到1985 他才开始有勇气说可以试试看 那这两个政党事实上确实就是 不管是马英九或者苏贞昌 那这两个人民调也都非常低 所以就造成了很多民怨无处去 这种情况 那这两个人都刚好是批评自己 可能支持的政党的人 连盛文批评国民党 柯文哲批评民进党 所以这个非常罕见 非常的罕见 不过这两个还是有一点不同 我认为连盛文没有那么素 那毕竟他的家世的关系 而且他毕竟还是在国民党内出选 所以最后连盛文还是会回归单纯化 就国民党是怎么整合的问题 那柯文哲会比较复杂 柯文哲事实上他面对的问题 也会比连盛文多 在野大联盟想整合 没有这么容易 没有那么容易 OK 那我们来问一下嘉庆 其实柯文哲他的选举 接下来要怎么打很多人非常的关心 因为真的太特别了 现在目前为止他始终都希望自己是 所谓的能够在野大联盟的 一个盟主的身份来参选 不参加民进党他真的可以选得上吗 他如果参加民进党的话 在台北市他几乎就不用完了 因为连盛文他不是一般的竞选 竞选的一个候选人 连盛文的身家背景 还有连盛文的人气 再加上他跟现任市长郝隆斌 合作无间的好关系 如果他用一个民进党的身份出来选的话 他没有从政的任何好的资历 可以拿出来跟人家说 对不对 叶克摩救多少人 这个东西跟政治上基本上是无关的 他要让大家有感 让大家觉得说 你确实是我们在蓝绿之外 可以寄望的一个人 第三种选择 他必须就要坚持他的在野联盟 因为你民进党的盘 如果说到时候民进党是挺柯文哲的 那不管说是先提民再棄保 或什么样的手段 不管如果你确定你是 民进党是挺柯文哲的 OK 民进党这些基本盘跑不掉 但是民进党基本盘 打不过国民党基本盘 所以他必须要把中间的游离票 跟可能本来不想投票的那20万票 想办法夹出来 他才有可能 就是在野大联盟的概念 才会大过民进党的基本盘 然后去稍微赢过国民党的那些票 所以他当然很清楚 这是算计出来的结果 那他必须要去这么做 要不然一点胜算都不会有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说 有时候你觉得柯文哲好像 讲了一些状况外的话 或是让一些民进党高层 不喜欢听的话 但是他是讲给选民听的 他是讲给选民听 今天他必须要去诉求的是说 我是你们可以在国民党跟民进党之外 可以选择的一个好的对象 所以说他的语言 其实用的都很精准 当连胜文说 我准备了一个舰队开出来的时候 他说我是一只小砂板 这个是讲给选民听的 所以说其实很多人认为柯文哲 他有一点点太临场反应 但事实上这也是算计的结果吗 这绝对是这样的了 就是说因为政治 他本来就是一个精密运作的一个行业 在这个行业里面 我相信像郭老师欧老师 他们都是学者从政 他们都知道说政治的语言本来就是 你要怎么样去触碰到选民 当他被你这句话打动 OK 他接下去可能 他可以原谅你犯很多错 所以说像柯文哲 他要是说 比如说有人会想说 他为什么去找鸡排妹 那时候要找发言人 代言人的时候 他为什么去找鸡排妹 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 是鸡排妹靠过来 OK 怎么他去找鸡排妹 反正他们见面那个东西 很多人会觉得说 为什么他要跟他有这个会面 大家搞不懂 因为政治人物 传统政治人物 不会做这种事情 可是鸡排妹有很多宅男粉丝 宅男粉丝本来不投票的 他有可能为了鸡排妹这个动作 出来投柯文哲 这就是国民党抓不到的票 而柯文哲跟民进党 他们要赢台北市 他们就要跳投传统思维 他们只能在这篮子里面 去想办法把原来 不会进来我们篮子的票紧过来 但是在野大联盟讲得很好听 但事实上其实也是一盘散沙 他完全没有任何的组织战 在台北市是行得通的吗 这些状况在日本的 东京跟大阪都发生过 就是说执政党跟最大在野党 当他们在激烈对抗的时候 最后胜出的是无党 因为为什么 因为大家唾弃讨厌 你传统政治人物开拔辣票 每到选举讲了一堆好听的事情 这些可能我们待会稍微可以讨论 就是说他讨厌说你这种嘴脸 然后你们实际上做的都是政治对抗 跟彼此的政治资源分配 对我老百姓没有感觉 以前我们在台湾说没有第三党的空间 但是这一次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试炼点 这个空间看起来已经撑出来了 我们来问一下欧老师 我们来谈谈连顺文 连顺文的问题当然比较单纯一点 是如何整内 整合整个国民党党内的一个资源了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在他宣布要参选的那一天 丁守中就买了大阪的广告 碰风的青蛙 这言外之意到底是什么 丁守中自己已经在这个友台解释过 他说的他是在说绿的 而且他这个在初选的时候 他没有指名道姓 他说他只需要跟这柯文哲打 因为这个在初选的时候是对比式的 所以呢这个部分 他自己已经有一个官方说法 不过这个连顺文 到底能不能整合整个国民党的 这个力量的问题呢 我倒是有一些理解 就是说目前他可以整合的 很可能是已经可以整合的最大 也就是说 如果目前还没有整合进去的那个部分 就是整合不进去的 基本上就整合不进去 那再一个就是说 蓝营的选民面对连顺文的时候 会有什么态度 这里面 连顺文确实有一个很大的罩门 就是有关中国这个部分 但是他的操作很奇特 就是说 我们一般 如果面对选举的话 有两个基本概念 你全家有问题的人 要放在美国 然后呢 你所有你家重要的人 要跟中国没有关系 这是基本的概念 可是呢 他不是 他们在这次选举的时候 大张旗鼓 敲落打鼓 然后每隔几个月就敲一次 在两三个月前呢 他跑去杭州 北山路 就跟马老师说 他们在那搞一个纪念馆 已经敲了一次 那次呢 已经很明显 他有人写文章骂他 这次呢 他参选的前后呢 连正又跑去北京呢 敲得更大声 怕大家会忘记 他跑去那里 那我实在很难以理解 就是说 为什么做这种逆向的操作方法 因为老实说 这至少是不加分的 我们不然说 他是会减分 还不一定 可是绝对是不加分的 好 那下个问题就来了 假设你这么的敲锣打鼓 然后你在那边呢 又有一定的商业行为 你也不否认说 你在香港有做生意 那你不像不否认 香港做生意的时候 你跟大陆说有做生意 这个大家很情理自常嘛 对不对 更何况 一直再三有人传说说 他们在大陆哪里有大楼 哪里有其他的这个代理人 这些如果出来的话 不是就坐实的说 他们好像是那边的 这个重要的代理人吗 别忘了 当时啊 美国 有一个重要的选举 就是杜威 这个哲学家杜威 跟杜努林在选举的时候 本来杜威以为 以为他要赢了你知道吗 各种消息里面 也都以为他要赢了 他还跟他太太说 你今天晚上就要跟 美国总统睡了 结果 选出来输了 为什么 当时有一句传说 为什么 当时的蔣宋美玲 跟这个杜威的学生 也就是胡适之 努力的去支持杜威 使得美国有个余论说 到底是中国在选美国总统 还是美国人在选美国总统 好 如果到时候 他这个牌效应发作了 就说 到时候到底是北京人在选 台北市长 还是台北人在选台北市长 这万一发酵了 或者说是中国在选台北市长 还是台湾人在选台北市长 如果这个情况发酵了 他该怎么办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连加似乎没有很严肃的面对这个问题 他反而把中国牌当作是加分 这一点是令人匪夷所思 这也是造成说 为什么有一块蓝色的板块那边 始终没有办法过去 因为你知道蓝色有一块板块是 忠贞的热爱中华民国的 对加人民两个字呢 他就觉得是有疑虑的 所以我认为这一块 会是一个极大变数 也就是刚才郑亮所说的 连成人比较复杂的问题就在这里了 好 这恐怕接下来也是要继续看下去 才知道到底结果会是如何了 休息一下下期会 我们来讨论的是台中市的选情 我从事公职这么久了 小孩也大了 你想回头去找小孩再陪你 没有了啦 没有了啦 那么错失的时光和家庭生活 都拜拜了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 该想一想 我觉得 那么想完了 我会做一个负责任的决定 于公于私 也会公开 我说 应该回归家庭生活 自己的年龄 太太的年龄 有时候你会想 去日无多 该不该多陪陪自己的家庭 这些话 你都可以告诉你老婆 所以您等于是 就只有两个选择 不然就是参选台中市长 不然就要回归家庭 对 对 好 您刚刚听到的是 胡市长之前参加本节目的 专访的时候 他说 可能会考虑的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选台中市长 另外一个是回家 陪太太和小孩 原本外界也认为 他搞不好是不是真的有可能 要回家去陪太太呢 但是没有想到 宣布的时机一言再言 最后过了年之后 确定要继续参选到底 我们来问一下欧老师 这个决定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是因为他没有找到更好发挥的舞台空间吗 不是没有找到 是人家没有给 所以他就没拿到 没拿到以后 他就回去去找这个旧的舞台 那这表示说 台湾选举确实有几个盲点 第一个就是说 你在舞台上站了久的人 人家虽然不喜欢 可是相对之下 你跟自己同梯的人 你的这个民调还是比较高 也就是说 其他的这个蓝营候选人在台中 也许也经营很久 可是他的曝光度不够 或者说媒体的聚焦度不够 就是没有办法在民调上胜出 所以没有办法把他取代下来 可是他去面对林佳龙的时候 或者面对绿营的其他的这个 相关的参选者的时候 他也未必有获选的这个可能性 再加上他这个 所以现在好像说 希望可以让党中央 不要再办什么初选跟民调 要直接征兆是不是 我认为党中央会一视同仁 在各个地方 因为连陈宇甄在嘉义 那么这个人气温暖 照样今天已经在做这个初选的动作了 那我的看法是说 如果这个 这个胡志强参选台中市长的话 他其实还要面对 非常多复杂的这个党内的派系整合的机制 因为这个机制本身 看起来在前一阵子里面 他其实是有些破坏 那这个破坏来自于胡志强 他参选的时间拖了太久 也就是说别人再三去问他说 你有没有要选 如果你没有要选的话 那我们才做其他的动作 可是他现在的结果是 大家已经把看门都挂那么多了 也花了非常多的这个经费去做初选了 他忽然说他要选 为什么拖这么久 这个拖这么久 当然还是在做一定的观望 看看党内是不是有可能 其他的位置会出现 但是结果完全没有 这个有点有点特别的地方 是我们值得必须要跟大家说 往往中南部的这个政治人物 或者是中南部的这个政治前客 都会去做一些猜想或谣传 认为说中央一定会把他们调到台北去 或者中央会给他们一个好的位置 使他们呢 可以好好在浮血后面的接班人 就是几乎是整个大安心以南 都有这样的想法 可是这个想法结果是错的 一个例子都没有发生 我们从这次的内阁改组看 他就是没有发生 好 包括我们之前看到这个某友台 大力的做 加一市长要去当内政部长 或者谣传说要当这个格约的任何一个 都没有发生 好 那同样的道理也会在台中 去做各种的妄想和猜想 会不会发生 有没有 我们之前不是也猜说是哪个院长 就去 连发生都没有 而且还半夜声明说没有 绝对没有这件事情 好了 所以这些谣传就造成他们呢 不断的往后拖延说 看看可不可能后面发生 最后终于发现说绝不可能发生 就才做了其他决定 可是这个决定就影响了 党内其他同志的参选的动作 因为如果其他人起跑 再不快一点的话 那真的是来不及了 不过我们来问一下郭老师 目前民调数字看起来 似乎林家龙是一个很强劲的对手 不过之前呢 其实在蔡其昌委员初选落败之后 好像私底下说 对选情不是那么的乐观 您怎么看 其实胡志强完全是 他的对手就是他自己 事实上刚刚崇敬讲得很对 就是人家觉得你没有心要选 你如果没有心要连任 那只是因为你别的位置没要到 所以回来 屈就一下 你想想台中市民会怎么认知你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已经做了九年了 你做那么久 已经没有心意了嘛 13年不是9年 13年 接下来就17年 所以你已经没有创新的可能 你大概可以玩的把戏都玩过了 所以我是觉得这两点对他是非常伤害 第一个就是没有期待值 那第二个就是你既然没有心了嘛 那何必还要再回来 那只因为别人民调都不如你 就变成是这个样子嘛 这个就好像我们新北一样嘛 比如说游锡坤他当过行政院长 谁民调搞得过你 新北市那么大 那人家初选时间只有一两个月 当然没有办法跟你比嘛 可是就是说民进党如果比如说让罗志正选 那罗志正也不一定会赢啦 因为他第一次选 可是人家就会觉得说 你有诚意要培养人才 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人家就会认真说我们冲一下 那胡志强这个有一点就是 老狗玩不出心把戏啦 而且这个老狗又很久很久很久 才说我还要再试 所以这个就造成了一个 目前的这个状态啦 我觉得林家隆的民调 当然也因为他在这个地方 确实扎根扎很久 今年第九年 那这个很罕见的 从台北下来的一个 而且他只有立委 在2012年才第一次当选 你想一想他可以在地方待那么久 所以这也是很罕见啦 可是我觉得最终来讲 还是胡志强自己造成的 不过这个当然也跟马英九有关啦 因为崇敬兄刚讲到一个非常大的重点 就是像华敏慧 像卓博元是因为出事嘛 还有林毅士 林毅士是没有当允县长嘛 我觉得卓博元对马英九的用人 可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嘛 就是说国民党的县市长 本来马英九对立委就不太信任嘛 那现在变成是他连县市长 都有点不太信任 所以因为他在地久了 那总会有一些人脉嘛 或有一些利益关系啦 那卓博元不是本人喔 是他哥哥 可是马英九就开始存疑啦 因为这个人有洁癖嘛 所以他的整个内阁的改组 通通都是用他自己最信用的 信得过的人 那就变成地方的那些大诸侯都没地方去啊 那就都卡地方嘛 都斗不了 那都卡地方的情况之下 你当然就会造成新人都不能出头嘛 然后他要延后等最后的那个关爱的衍生 结果最后这一波还是没有 越延后越死 那就宣布了时间又拖到后面去 所以国民党这次真的就是卡在这里 我们来问一下嘉靖 其实呢很多人说林佳龙光是年轻这一点 就已经可以帮他不知道加了多少分了 再来就是说他十年磨一剑 这一点点的这个耐心也好 对很多地方上的人来讲 其实是很受感动的 这是不是对他来说可能是有可能会胜选的一个很大的考量 确实民进党他们在认真操作的就是这一块 就是说 刚刚郭老师也点到嘛 你国民党为什么没有新人 除了胡志强之外 你国民党在台中没有人了吗 你让选民有这种质疑产生的话 对手的操作空间就大 因为就代表说我们确实想要有所不同有所改变 很多人讲嘛台中哪里不一样 台中市胡志强当了十三年到现在哪里不一样 齐齐豪宅盖了一大堆 其他东西就是中港路改成叫台湾大道 而且台湾大道一段二段跟中港路一段二段还对不上 所以说很多人搞得补萨嫂 就是说我们真正不一样只看到齐齐豪宅 台中公园台中女中那边该乱的还是一样乱 房子说要改建从来没有改建过 所以说当你让对手有这些空间去操作的时候 你基本上就是一个很不利的一个状态出现了 再来讲林家龙 其实林家龙在台中县并不是这么强 原来应该是蔡其昌比较强 蔡其昌如果他在台中县能够稳固的话 可能会他得的票数可能会比上一次 民进党在台中都赢的还多 所以说蔡其昌其实是原来国民党真正认为 有可能会让国民党在台中惨败的一个对手 可是现在林家龙因为他的形象 跟他的整体包装变得他比较有优势 所以他出来之后原来国民党松了一口气说 好险我们台中县可以松一口气 可是现在胡志强因为说 有人说他的姿态 有人说我们这个民调做出来 年轻族群好像真的是需要很担忧 这些东西让现在台中的选民就觉得说 那我们到底怎么办呢 有人甚至开玩笑说 小学生写作文 以前在讽刺说我长大要当蒋总统 现在台中的小朋友写作 我长大要当胡市长 情何以堪 真的 但是你国民党如果说要去赢 如果你就是胡志强不动的话 你最好现在就开始跑 你最好所有该盯的庄 你该跑的 你全部现在就要盯紧 要不然在台中 真的 民进党从上次喊到现在决战中台湾 搞不好会成真 我补充一下 那个林佳龙民调赢赢商赢22% 若是互比的话 互比的话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就是 他当然一定是在年轻人啊 妇女啦 而且这次看到一个现象 这个是我参选那么久 我从来没有看过的现象 四大社团 福伦社 青商 同济 还有狮子 在初选的时候就公开站出来支持林佳龙 事实上他们不太会这样一面倒表态的 那就表示说他真的经营很久了 然后比如说今年春节 他去参加眷村的团拜 这个坦白讲我自己都还没去过 在台北市 一样蓝的地方啊 让他进得去 那我就说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他说他是第三年来 哇 所以这个就是真的是 你刚刚讲这个十年磨一剑 就是 连胡志强在批评那个台中现党部 都用林佳龙当例子 所以人家到处送那个杯水 送到 就所有的地方都看到他那杯水 就20毫升那个小杯水这样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心意啦 就是 所以我觉得选民真的 人心是肉做的啦 他有感觉的啦 如果胡志强再当选那 那个时候出生的小孩都要练高中了耶 你去想一想嘛 对不对 所以人家会感觉到说 你是不是真的想选嘛 对不对 看起来决战中台湾真的有的拼喔 选战瞬息万变 不过好像只有南台湾真的是铁板一块吗 有人说民进党只要提名 会呼吸的都会当选 真的如此吗 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讨论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南台湾 陈菊和赖清德在高雄和台南的声望 到目前为止都非常的高 几乎所有的民调是一面倒都看好 两个人一定会当选连任 我们来问一下郭委员了 其实呢 胡市长刚刚讲过 他如果再来选的话就是第三任了 但是陈菊其实也有类似的状况不是吗 为什么他的声望还是这么高 他比胡市长少四年 胡市长更久一点 更久一点 这个主要还是因为相对的对手 因为国民党搞到现在还是只有杨秋心 所以这个就是你有没有培养人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本来在大概去年 大概10跟9月那时候 那个是有人在做民调 那李鸿源的名字是在里面的 所以那个时候有一度人蛮紧张的 你想想那个时候李鸿源是内政部长 民调正高的时候 那如果他下决心下来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个其实还是要怪马英九整个的布局 就是他的布局让很多人没有时间了嘛 那高雄这个地方是让他征询过很多人的意见 那结果最后他都没有真的去努力劝人家去选 没有真的把人放进去 对对对 或者说我承诺你多少资源 让你真的去走动啊 就是你这种决心都没有下 那没有下你现在拖到3月了 那3月11月就要选了 是谁敢选了 那很大耶 那选区都非常的大 那台南就更不要讲 光是跑都跑不完了对不对 其实像台南 比如说马英九子弟兵 苏聚明也蛮优秀的 那人家已经折损过两次了 又选过市长又选过立委 你再让人家碰一下赖清德 赖清德现在大概是赢国民党赢40% 你怎么选啊 所以这个就是很困难啊 其实上 其实这个情况在民进党的台北市 本来也是如此了 就是我们的台北市的民意代表 都没有人像林佳龙这样嘛 就长期蹲点 就是说我就要选市长 对不对 对 所以才会 才会让柯文哲有这个机会嘛 如果有人长期蹲点 比如说我们说段银行 他如果就是下决心 就是一路这样走 那坦白讲 柯文哲要选还不太容易的 就民进党就会有一个主义的人选嘛 可是都没有嘛 所以人家有人说 这是柯文哲是帮民进党解了危 不然到时候你出来的人 真的没有人可以 恐怕跟国民党也是落差 非常非常远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 整个中央的布局了 那其实那个 南台湾这两个地方 就是非常典型的台北市 很好倒过来 欧老师那你怎么看台南呢 赖清德真的是赖神吗 躺着选也会选上吗 然后有人说他应该不要再选台南了 因为他可以直接北伐 回来选台北市或是新北市都有机会 台南随便给别人选都有可能会选上 情势真的如此一面倒吗 首先赖清德他当然不会 这时候就跑到台北来选了 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他知道他这时候是养金叙烈 而且屯兵的时候 所以他把台南做了他的屯兵之地 可以这么讲 那目前台南情况是什么 大概可以说是民进党声望的最高峰 就在这个时候 我认为过了这一年以后 也不会再有这么高了 他高到多高呢 就刚才正在讨论的部分 已经到某报 而且是蓝系的报 做了民调 是任何人去对比 都是10多比70多 他的对比呢 已经达到就是 都是大概差60多趴 那有的甚至差到70趴 这么严重 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跨过17趴 那一开始还没有那么严重 是越做越严重 这越做越严重 值得讨论的是什么呢 是你的士气一直往下掉 如果你一开始就有一个人 站在那里说 好 就是我了 或者你愿意给任何一个人 比如说这好毛家庆 毛家庆 就去 他也说好 就是我了 从去年的10月开始 他就在那儿 那都不会这样 是他东早西早 至少传出来的名字呢 现在已经传了15个了 你讲了这15个 那15个马上都说 我不要 我不要 这个就会让人家误会成说 你真的没有人要 所以那个士气 就一直往下掉 那你知道 选民是需要被照顾的 选民也需要被鼓舞 你不能把选民一直放着说 我现在反正就后面再提一个人 然后你告诉选民说 我又在找 找了他都不要 那选民就说 那你是搞什么鬼 所以我 因为我如果一直支持你这边 那你一直找不出来呢 这个知者很没有面子的 知者他最后就说 我不是支持他 我是支持另一边 知者他去外面讲话的时候 面子是很重要的 这个部分呢 我认为 好 我认为欧老师讲到重点了 对 就是支持者 你要给支持者支持 你是好歹要有一个人 撑在那里 可是他们在提名策略上 都没有这样做 这在台南尤其严重 高雄还好一点 就是说杨庄星好不容易 讲几下 杨庄星已经去了 而且不管怎么说 杨庄星他本来有自己的庄角 和派系系统在 所以他不至于到崩盘的情况 可是目前陈局的情况 也跟赖先生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说大概是 民进党在高雄市的最巅峰了 和赖先生是在台南的最巅峰一样 换别人来 也很难超过这个巅峰了 那如何克服这个巅峰之后 就是说你至少要力往狂澜 亡羊补牢 石油未晚 这个可能是国民党 一定要努力去想的问题 就是你把这个气势 必须要拉起来 也就是说现在高雄好提名人了 那你要把气势做起来 台南更是这样 你目前还没有提名人 你未来找出来那个 你怎么告诉人家说 这个很好 如果人家说 找十几个 找到他的 那人没的 那这就惨了 任何一个人去 都会有这个嫌疑 就算是这十几个 有任何一个回头 也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他必须在整个媒体宣量上 跟选民的鼓舞气势上 有一个全盘的重新完成考虑 再多讲一点 台南内部的问题太严重 这和部分的这个其他县市不太一样 台南市自己国民党内部问题 严重到难以想象 也就是说他自己可能互扯后腿 扯到就是说 如果台南自己内部再不整合 而地方党部和中央党部 再不想出办法的话 这个情况会影响2016的总统大选 十分严重 佳青你怎么看高雄和台南的选情 真的对蓝莹来说是毫无希望吗 实际上他们在那边 现在连辅选的架构 都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强 杨秋新自己加盟国民党以后 他本来抱着很多的期待 他说他自己在从党外一路走来 他知道怎么去开拓选票 但是国民党有一个强项 是民进党没有的就是组织 结果他加入国民党之后才发现 这个组织已经不会动了 因为在南部 他们这个除了松动之外 也不像以前有资源去活动 所以说这是很现实的地方 国民党他们要把他们的战力 重新培养起来 可能是要去想想看 当初吴伯雄帮马英九重新启动 小组长机制 这相关的功能 我相信这在南部 是很重要的一点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继续讨论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很多人认为 由于马政府中央执政的声望相当的低迷 恐怕年底的选举会非常的困难 不过您注意到了吗 其实从过年之后 政府开始释放各项的利多消息了 包括像是台北市要调高市府雇员的薪资 而且新北市和台中市考虑跟进 高雄的铁路地下化106年底会完工 台中市宣布生育的津贴会调高 而且还有临时的托育补助 还有财政部宣布调高免税额 新北的捷运顶普站在年底之前也会开通 我们来问一下嘉庆 是不是为了选举真的是下重本 这绝对是选举前的利多 每次遇到了选举 台湾什么证件都开得出来 老农津贴就是这样来的 还有种种的补助 包括我们说什么声誉 刚刚这边又要加码了 这些都是因为选举而累积出来的 钱坑 我们直接讲它就是钱坑 那但是你真的做得到吗 我们现在国家的举债上限 整个总额度只剩3000亿 整个只剩3000亿 然后我们国家没有新的裁员可以还债 然后你不断的在开这些支票 这些支票到后来 有的甚至还做不到 就是说你开巴拉票之后 你被大家看破手脚 所以说才会现在变成说 你执政党你中央的施政成绩 让地方的人不敢去想像 我今年要怎么去选 当然我们去讲说像在国民党 在中南部会发生的那些困难 尤其在南部它发生的困难 主要就是说像样的人不敢去那边选 而国民党也没有认真的说 我要执行这一块 比如说台南 台南我们可以看到 赖清德他赢 他能够有那么大的数字 就是因为你推不出像样的人来 所以如果说 如果说台南有一个很重要的人 像台南相亲有在聊天 因为我本人是台南人 他说如果台南出生的连家 连胜文大公子回台南选 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有人这样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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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显然他不在连胜文本人的规划里 所以说国民党 这跟民进党一样 民进党喜欢往南部挤 那国民党都 往北部挤 都在北部 他不想跑 因为这是他老巢 我在这边我求就有了 所以说他不愿意到那边 去做一些辛苦的工作 可是你去想想看 如果连胜文他真的展望他的未来 他如果说 比如说像他的那个竞选宣言里面 讲的这么规模宏大 那他更应该往台南走 你输 全国民党欠你 你的那种气势跟你的声望 才累积的出来 而且你是愿意为国民党而战 甚至你不会在台北被人家说 你是到底是北京要你选 还是国民党要你选 如果有这种疑虑 他要撇清 他当然应该先去台南 替国民党去打这个仗 赢了 那你真的是共主 输了是全党欠你 所以说国民党缺乏这种战略考量 导致他现在自己提名 跟整个选战很难打 欧老师马上五月 民进党的党主席之争 可不可以帮大家大胆预测一下结果 大胆预测是苏世昌拜 蔡英文胜 然后苏世昌开始做这个大诸侯 像吴三桂一样的大乱 这个民进党的内部 所以国民党在这里有利多可以减 这个可能是五月的最大的风暴 和最大的值得让蓝军期待的好 好消息 那应该在那个时候大乱的时候 可能赶快提名人 然后把这个民调民心给移回来 应该只有这个办法 问一下郭老师 可能现在要预测最后的选战结果 还太早 但是有一点点可以让大家值得观察的重点是 金大使要回来了 接下来金小刀出招会对这次选战 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觉得他还是会针对最重要的几个地方 那主要还是台中 这今年的选举坦白说只有中张头 还有嘉义市跟澎湖还有台北市 有可能变天 其他地方变天的机会不大 那当然金普通会就这几个地方 对国民党的战略重要性 差距小的地方他就下手嘛 那这里面差距最小的可能就是台中市 那直接把选战团队带去中部 这可能性非常高啦 可是当然胡志强越不能接受你了 这也是另外一回事 OK好 整场七合一的选战 越接近选举的时候 当然就越有看头 我们也会带大家继续看下去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 挑战面对面 穿望新台湾 我们继续问您把政策给说清楚 讲明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